大家好,我们接着讲《罪随老子》来讲《罪随老子的道德经》第七章 我们还是先读一遍这个经文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一气不自生 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生先,外其身而生存 非一气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那么在这里,第一段实际上是对天的一种描述 因为本来在老子的认知当中,就是天和人,天道仁德 天的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 那么通过他的宇宙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的观察 在他认为呢,这个天啊,地是属于没有灵性,没有生命 不属于神的那一类的这个玩物 那么,因为他不需要吃、喝、睡 能有说人类,包括动物啊,甚至植物也需要阳光 那么对外界需要这个外界的能量支持 才能使自己的这个物质生命得以延续 那么,你像一块石头,一块水,一块冰,钢铁啊,矿石啊,等等 他不需要那么进食啊,也不需要睡觉 那么他就是,就是,在那儿都一样了 那么,那么,那么,天地那创造的这些东西 那么,呃,肯定是说,觉得,呃,人呐,地球上是个动物啊,就说,长久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嘛 肯定比地,那个短暂嘛 必带的时间短 存在的时间短 那么他就从中体悟出了 天地能够长久 那么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气不自身 他不是为自己生 因为他没有必要去为自己 他自己又没有什么需求 所以他所有的生长 创造改变 那么都是为了这些 有灵性有生命的来做的 他不是为他自己 那么不为自己呢 那么老子呢 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你不为自己 你就能够长久 那么在以后的老子也有论述 死而不亡 是为兽 那以后我们讲到那的时候 再去解释 那么就是说 你境界高 那你就能长久 就是 后来呢 我们现在理解这个天长地久 那么第一段呢 就是天长地久 天能长 地能久 那么是因为 他不自身 所以他就能长久 那么人呢 也要达到这一个境界 那么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就是圣人 所以呢 在这里头的圣人呢 也不是说老子 就说老子自己就是个圣人 或者是说他就是圣人 他只是说一个圣人 作为一个标准 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圣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当然跟天地的这个境界一样了 那么但是呢 又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总要克服嘛 就是这个天地不需要 这个物质的欲望 吃饭 喝水 睡觉 甚至于 还有性的要求 像比如说人 我们这动物 都有这个要求 因为你要延续嘛 你必须有性的这个要求 性能完成性的交合 你才能使得这个 上一章也讲了叫 不死嘛 生生不息 那么 那他有他特殊性 那么啊 老子就在这个地方 就描述了 那么圣人应该怎么去处理 自己的这些欲望 就是自己的这些利益 所以他就说 是以圣人 后其身而身先 那么 后这里是一个动词 就是至于什么什么后 或者是说 后怎么怎么着 就是 这都无所谓了 那么第一个其身 就指着 是自身的利益 其身嘛 就是 关心到自己的这种利益 或者说正常的欲望 而身先 第二个身呢 就指着说 真正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身体 先去 先行 身先 那么就身先 是足啊 身体先行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圣人啊 能够 以身先行 而 后考虑自身的利益 那么第一 就是那么一个意思 那么同样的 你外却身而身存 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外呢 也是个动词 至什么东西以外 或者 外 就是至外 或者说至什么东西以外 那么 第一个其身呢 也是指 就是正常的这种 自身的利益吧 那么 而身存 就是 生存呢 就是把自己放在 就是这个第二个身呢 是自己 那么 外却身而身存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能够把自己 置于自身利益以外 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境界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 说这就是 圣人 那就做到这个样子 那么并不是说 你圣人了 还和天地一样 不吃不喝不睡 没有这个性的要求 不是的 他说 并不是 以其无私 也 就是说 他并不是因为圣人 没有自身的利益 他 成仙了 不用 不需要吃喝 有什么特异功能 他都不是 他也有自身的利益 有自身的需求 有自身的这种欲望 那么 但是呢 圣人是能够 就是 平等的和天地一样 平 就是平等的去处理 这个自身利益 和别人的利益 之间的关系 那么 所以呢 圣人 能成其私 就是能够成有其自己 那么 这个 私呢 最后这个私呢 就是说是自己 成就他自己 就是说 因为说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叫私 因为他总有说自己的这个 个体的一面嘛 那么这个私呢 是指就是说自己 但不是说那种自私 就是不平等的那种意思 那么 整个 就是说 呃 这两段话 一个是描述了 呃 天地的平等 一种是描述了 这个圣人的平等 那么 呃 圣人平等和天地呢 是有区别的 因为圣人是需要 这个 也是有欲望的 是有这个 要求的 啊 对于外界 所以呢 呃 但是呢 这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就是这个地方 又体现了老子的这种 天人合一的思想 那么 呃 这句话呢 这一章呢 我就是系统的翻译一下 就是 呃 呃 这么 一文解字啊 淡淡咔咔 就是不连续 容易去理解 那么 呃 懂的 我就这么翻译一下 啊 就是 呃 天地长久 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 是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而生 呃 在一种公平的 这个 对待万物 所以才能够长久的存在 那么 圣人呢 之所以能够成就自己 并不是因为圣人没有自身利益 而是圣人呢 能够把自己 放在自身利益以外 以身先行而后考虑自身利益 我觉得这么就是道庄 就是实际上 呃 那么道庄一项呢 就是更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思考问题的这个方式 呃 希望大家能够啊 去参考 是不是这道庄更合适一些 好 这一章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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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